金正恩啊 他们这一家族都非常的神秘 从他的爷爷到他爸爸一直到金正恩 但是呢 金正恩现在当了领导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身边的兄弟姐妹 好像都不见了 这些兄弟姐妹都到哪去了呢 这些兄弟姐妹还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金正恩 所以大家都默默不吭声 还是说金正恩害怕这些兄弟姐妹 来篡位啊 金正恩 由于他的父亲金正恩 先后娶了多位的老婆 生了不同的兄弟姐妹 他有六个兄弟姐妹 有这么多个 但是唯一 他是一母所生的 这个是金正恩 好 各位看 那各位猜猜看这个是谁 我们过去以为 好 他是女学主 那事实上 长得不像 是他的妹妹 金正恩的妹妹 叫做金鲁真 那他还有两个哥哥 一个叫做金正男 一个叫做金正哲 好 这是他在继任大典上面 他们公开的照片 由于他跟他跟金鲁真是一母所生 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一同送到了瑞士 他们在瑞士一到的读书 然后一到的回国 然后回国以后 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 是不是他为权力接班人 那第二个是 他的哥哥 金正哲跟金正男 应该怎么处理 依照北韩的方式 就北朝鲜的方式 只要新主继位 他的兄弟姐妹一律外放 外放 为什么要外放 一律外放 兄弟姐妹继位的话 那岂不是其他的 一样做他们的事情 要当王爷吗 不是很好吗 但是他的传统是说 从他祖父 金日成 金正日 到金正恩 都是这样 像金日成的兄弟姐妹 也全部外放 然而到了金正恩时代 就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他任命只有26岁的金鲁真 担任组织指导部的科长 然后组织指导部 各位晓不晓得 他的权力呢 有多大 他管五个系统 党政军特 还有一个 大家都忽略掉了 金银铜铁席的金 就是指银行的意思 党政军特 还有银行 就是金融管理的 全部都要通过他 如果没有通过他的话 那就对不起 这些职位都与你无关 所以呢 他们两个就在搞什么 叫做近亲政治 那从这里 他显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金正恩他接班以来 他只能够相信他的妹妹 因为毕竟女孩子不能够担任领导人 而这些所谓的元老众臣 都要看他们兄妹的脸色 所以金鲁针 现在他是大权在握 我再说一次 党政军特 还包含银行体系的管理 那其他的这些兄弟姐妹 不是有六个吗 那其他的都到哪去了呢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金正哲应该现在他还在北朝鲜 那金正男对他威胁最大的 他过去在第一次曝光是在日本 他持假护照到迪士丹热园去 那现在金正男各位晓不晓得 他常住哪里 两个地方 一个是澳门 一个是北京 住到大陆去 澳门跟北京 本来他的哥哥是管 北朝鲜在澳门的银行 现在权力已经被收回来 为什么他被收回来 你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像南韩 他们破获了一个谍报组织 这个谍报组织是奉命追杀金正男 一路从奥地利杀到了澳门 除了杀到了澳门以外 各位还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 如果各位去过澳门的话 就应该知道他在一个酒店 还有在沿海的一栋白颜色的 一排一整排的白颜色的房屋 你知道为什么 他接受中国大陆的保护 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怕 北朝鲜政局有变的话 他可以回去 然而他派人追杀他 被中国大陆知道了以后 中国大陆就警告他 就说你不准在我的国土 包含澳门 包含香港 甚至于包含北京 你把你亲哥哥给干掉 如果干掉的话 我为你试问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警告之下 他把他哥哥在澳门银行的钱 全力把他给收回来 他现在住在酒店 住在北京 还有住在 那个沿海的 就是澳门海边的白颜色的洋房建筑里面 接受中国大陆的保护 从金正恩我们再来看看 像金正日 等一下 他难不成是学他爸爸的 对 他的爸爸就是这样子 他的爸爸五岁的时候 把他三岁的弟弟给杀掉 因为他发现 金日成喜欢他 所以趁他在游泳的时候 就把他放在水池活活给淹死 斗争 这两个字眼 在不管是父亲 一直到现在的儿子金正恩 都是这样的做法 但是说到斗争 在歌坛上面的斗争 也是很恐怖的 想想看 中国好声音 这个节目 这个里面的节目里面呢 所有的歌手都是在斗争 但是为什么中国好声音 会能够这样子大红大紫呢 我们休息一下 就来揭秘